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个百叶之外还点了最多的就是酥肉 对 刚刚炸出来的时候 这个它里边是有点的花椒 而且你嚼一下有点微麻 但是又很酥 你吃就觉得特别香 我通常是不会把这个酥肉拿去涮火锅 然后再蘸料汁 它直接端上来 我就马上开始吃 我觉得吃起来真的特别的香 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家里 过年的时候家里边炸的那个肉 而且一定是要五花肉去炸 如果是这个太瘦的 就是柴柴的 为什么要说这个酥肉 因为今天在节目中 德德也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客家小酥肉 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原材料有哪些呢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原材料 客家小酥肉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五花肉 虾米 香葱 地瓜粉 和生菜 调调是酱油和盐 既然是一道炸制的菜 我们提前的把锅里加了油 先放下 先开火 给它烧热油 对 你这个油温需要多少 大概六七分手就可以下了 就是油温需要六七成 对吧 对对对 好 六七成的油温 我们就开中小火来慢慢的 对对对 给它烧热 对 这边呢 肉我们已经提前切好了 你今天选择的这个肉是什么肉 就是五花肉 五花肉 对 肥瘦 好 来 我们擦一下手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先来进行一个腌制 对 因为我们客家那个小酥肉里面就是腌制的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虾米 用虾米去腌这个肉啊 对 因为虾米是在海鲜里面是特别鲜的一个 然后又提又很香又很鲜 切上一些葱 对 但是我在家里炸酥肉的时候 我习惯在里边呢 调入一些姜末 还有葱末 对 就是先给它去腌制一下 因为肉它还是会有点腥嘛 是 就我们在这个成都火锅里边去吃的这种酥肉 它加了花椒和加了一点辣椒粉腌制出来 那种味道也是很特别的 对 好 现在我们就加我们的地瓜粉 可以要多调一下 一定要多一些 对因为我们是要炸的 可以多放一点 面上可以多来一些 对 当然你也可以用油炸粉 油炸粉它炸出来它更金黄 你试过在这个调这个酱汁的时候 酱糊的时候 有没有加鸡蛋 有 但是我这款是 特加的这种东西是不加的 对 都不加 我们客家里面是不加这种鸡蛋 好 稍微加一点 给它一些底味 对 现在要开始放 我们的酱油 好 然后继续来给它搅拌 对 现在就是搅拌成糊状了吗 要加点水 来 因为我们客家里面 它这个小酥肉就最重要是要水 要加点去 有很多地方有用干粉去 就是调完以后再去炸 但是我们这个是要把它 调成糊状的 对 要有点那个裹在里面 舀出来才有外酥淋嫩的 我在家里也是这样的 就是裹成这种糊状 是的 好 尽量把它这个里面的味道先融一下 现在你觉得这个糊状可以了吗 可以了 差不多了 里面就加了这个虾米 加了一点点基础的这种调味料 是 最后我们在里面再给它 加点鸡粉 鸡粉给它放一点 再给它搅拌一下 对 再搅一下 那这样呢 这个 差不多了 搅拌的过程就已经结束了 对 先把它先 那你们杂这个小猪肉 是不是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吃的 对 平常很少会去炸这种 一般是会半喜事 家里面 而且说实话 就是我们自个儿在家里炸东西的时候呢 不是天天炸 或者不是每周呢 都会炸几次 对 因为这个油量呢 确实浪费挺多的 太厉害了 过个节 然后呢 这个过个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准备这个油锅 然后呢 炸各种各样的鱼啊 肉丸啊 或者是炸你这个小酥肉 都可以 也好了 现在这个已经可以了 对 我们把这个拿到这边来 火稍微要调小了 现在就可以调到最小的小火 对 我们就可以把它那个 来 拿过来啊 好 就一块块来 挺有筋道的 对 不用挤这个 一块一块的炸 对 最小火最小火 你来你来拿着啊 如果你要觉得这个油温呢 太热 可以放起来一点 好 我们我们换到这边来 是的 就是直接把这边的火给它关了 关掉 对 用现在里边的这个油温 就够了 去炸它就可以了 对 我发现啊 就是调面糊的时候 如果里边放一些酱油的时候 你看它的色 特别漂亮 金黄金黄的 对 它的色呢 马上就上来了 是的 就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去炸这个肉呢 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这个油温已经降下来了 对 稍微我们就要把那个温度 好 放旁边 可以用这个肉炒 对 再给它慢慢的 来 你可以把它给推一下 对 因为里边都已经定型了 哇 很诱人 诱人 颜色很漂亮 如果你要觉得第一次炸的不够酥的话 我们还可以反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复炸 对 复炸 复炸就是让它的口感更酥 定 现在油温降低了以后呢 我们继续不开火 还是用这样的这个油温 再给它去慢慢的 对 炸一下 稍微 等到面上的这个泡沫少了以后 就开始再加温度 好 我们现在再给它来 加点温度 加一个温度 一样的全程中小火 这样 好 两个油温起来 你今天需要复炸吗 我看一下这个情况 一般正常我在家是会复炸了 我跟你讲 你看你现在炸出来的这个颜色 就可以了 它很像就是我们福州 有一道名菜叫荔枝肉 荔枝肉 就是荔枝的一个代表 它的颜色已经很亮了 如果把它捞出来 直接淋一个这个汁 它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做法 是的 行 那我们就开着这个中小火 慢慢的去炸它 炸个两三分钟之后呢 我们把它捞出 再进行复炸 复炸 对 好 现在呢我们继续呢 把这个油温给它加热 进行第二次复炸 很简单 就是这个温度呢 一定要达到比刚才还要高 刚才那是六成 我们现在呢身高到七成 把刚才捞出来的这个 对放进去 全部给它放进来 快速 再次进行复炸 第二次复炸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缩短时间了 如果刚才那是两分钟炸制 那么现在呢一分钟 一定要赶紧捞出 因为否则你不捞出的话呢 它一个容易呢吸油 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的表皮并不是很酥脆的 对 好 我们快速的复炸之后呢 捞出沥干油分 就可以装盘了 是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请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客家小酥肉的制作方法 客家小酥肉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五花肉 虾米 香葱 地瓜粉 和生菜 调料是酱油和盐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做法 在肉片中加入 虾米 葱末 地瓜粉 盐 酱油 清水 混合均匀备用 热锅热油 肉片放入锅中 用小火油炸酥脆捞出 继续加热锅 再次放入锅中 复炸捞出即可 起锅可以搭配一些生菜装饰 效果更好 在腌五花肉时 添加一点色拉油或者是香油 可以增添肉质的嫩度 不过 由于五花肉已经有相当多的油脂了 要适量地添加 以免过于油腻 而且对健康不利 今天的这个客家小酥肉啊 里边加了虾米 会让它更香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你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是加水 调糊 调糊 加水 然后呢 这个过程呢 是一定要掌控好 就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你的这个粉太多 你看它的面上 它就会 全是粉 全是粉 但是你看我们炸完了之后 肉和粉的比例呢 是刚刚好的 对 底下真的垫着青菜 非常棒 等会如果我要吃的话 我一定是要先拿一个这个菜叶 把它给包上 就直接咬着吃就可以了 因为单独这样吃的话 可能吃个两三块 但是呢 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呢 给一个小贴士 如果要吃这样的一个呢 客家小酥肉的话 不妨呢 旁边可以准备一些绿茶 然后吃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输入口或者喝点茶 又解腻 又能够让口里呢 保持清香 那么今天呢 得得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 客家小酥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明天我们再见